延续上一集 现代汽车2017全新车款 不仅车身设计大胆 车内宽敞 配饰高雅 还拥有领先同款车型的安全性能 以及高科技 性能配备是全面满足车主的要求 而迎合各个高科技的需求 新车还融入更多智能化还有人性化的配备 要给车主带来更方便又舒适的驾驶乐趣 从广告中可以看到在重要关头 可以远程遥控车子启动 逃避危险 就连棕熊也都很惊讶 2017全新以Lantra 最新一代现代Blue Link 不光可以使用手机或智能手表 远程启动车子 还可以查找停车位置 调控车内温度 甚至定位被道车辆的位置 而更多功能都可以通过车子 与手机的连接方便使用 而说到2017全新现代以Lantra 还有多项高智能科技方便车主使用 功能数不胜数 除了Blue Link连接以外 还配备同级车型中 首创的免手动智能行李舱盖 方便车主无法空出双手时 只要接近车身后方 行李舱门就会自动打开 除此之外 全新以Lantra还有更多豪华配备 可供车主选用 无疑不将紧凑型房车配备 带到更新的高度 一口气推出八款车身颜色 可供选择 其中五款颜色 都是以Lantra首次使用 还有全新LED门把手灯 当车主靠近车身时 便会自动亮起 让车主感觉好贴心 而在车主最重视的驾驭感方便 全新以Lantra还搭配 可选用自动转向的车头灯 以及智能巡航控制系统 光速会随方向盘转向 为夜间和过弯行车 提供更好的视野 加上智能巡航控制系统 会自动判断前车距离和车速 自动保持安全刹车距离 缓解长途 驾驶疲劳可能发生了危险 难怪连现代汽车高层 自己也爱不释手 韩国的汽车呢 我们车队是在韩国造的 但是韩国的质量 也不一定比日本或者欧洲车差 像我们电视 你电视当然买Samsung 你手机也是Samsung 像汽车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叫现代 就是因为是新一代的汽车 而强调是前所未见 更轻松的开车方式 现在汽车还特别邀请民众 来试乘2017全新以Lantra 体验最新科技 如何与安全性能相结合 创造出方便自如的驾驶感 让所有试车民众连连称赞 如果是买第一部车的话 价格合理 然后车内又舒适 我觉得可以选择Handad 之前是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就觉得 韩国车子就排不到前面 可是开完这台车之后 我有改观 因为它真的蛮好开的 那我的个人感觉是 它已经超越了日本车 这个牌子 其实我之前没有考虑过 因为通常都是日本车 欧洲车 美国车 韩国车真的太小 没有考虑 但是现在开起来还不错 可以考虑一下 一连四集带您介绍 现代ElanTRA 安全性能 最前沿科技 以及人性化设计 它全部都有 在初级车型里面 ElanTRA真的是又贴心 配备又齐全 以上是东森新闻 李宗瑶 孟子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